大家好 歡迎收看Billy巴拉托 跟大家講講2022年第四十六個星期 股市的概況下 上個星期出現十月的消費物價指數 美國方面 好過預期 沒有升幅這麼厲害的情況 所以股市出現了一個非常大的反彈 今個星期很明顯有一定程度的獲利回套 S&P500和多倫多指數都回回0.7% 分別是3965點和19981點 至於NASDAQ回得多一點 跌1.6% 去到11146點 上個星期倫敦富士100指數沒有什麼升 所以今個星期回方面也沒有 反而對比起所有股市來說 有一個輕微0.9%的上升 去到7386點 至於恆生指數方面 更加是升3.8% 曾經從上18000點 去到拜尾回回收報17993點 最主要是騰訊 阿里巴巴 或是京東 這些都出了業績 只是看第三季來說 就好過預期 騰訊和京東 阿里巴巴沒有預期中這麼帥 但是怎麼算也好 因為股價跌得很爛 所以也有一定程度的回升在當中 有不少分析員 調低了 譬如騰訊 確認買日 雖然有不少都會輕微地 調低了目標價 我一直以來都覺得 至少我看到的 全香港新聞的channel 那些目標價 尤其是中資股 for some reason 很多時候 不止現在 過去十幾年時間 我都覺得目標價 是normalistically高的 對比起 譬如我現在看 這邊 其他分析員 講美股 或者加股 相對來說 價錢相對保守 在這樣的情況下 製造了多些波動 意思是 如果 大陸的政策 經濟 又或者是個別的股票 做得特別好 不好 各方面 都會製造了目標價 那個上升下跌的波動 相對來說會大些 當然 這個不知道是否 那些 說得衰些 財經演員 或者分析員 拆存在感的方法 變成了 他經常都可以 不停地說完又說 現在又說升 遲些又說跌 各方面 的確是 好勢好用一些 而 似乎香港的股民 一直以來都喜歡 熱收這些 focus on 目標價的風 各為楚需 如取如攜 亦都不可以完全 複製分析員 或者傳媒 不夠好 各方面 債息方面 三個月 就升八個basis point 兩年的話 就升十七個basis point 雖然十年 維持不變 但是三十年 就下跌十三個basis point 所以上個星期 有少許的回 今個星期 又回頭 當然 市場焦點 就會再看回 未來的失業率 和 11月的通脹 再來 就看聯儲的加息 加息的部分 終極加息是多少 最後會不會 在2024年減息 甚至如何 如何去預測 未來的經濟 都會左右到 債息 和整個股市的動向 仍然充滿著 一定程度的 uncertainty 在當中 這個 uncertainty 也會令到 股市的波動 相對較大 哪怕股價 估計 或者 所謂 價值投資者的 intrinsic value 未必會有這麼大的轉變 油價方面 隨著 需求上 估計 會因為 全球出現 一個 衰退 甚至乎 美國 早上說 可能有八成的機會 出現一個滯脹現象 的時候 所以 油價 在今個禮拜 跌9.7% 去到80.2美元 一桶 當然 這也是海鮮價 我之前也有說過 好戰爭 雖然有這樣的趨勢 或者似乎普京都打輸 還是沒有什麼戰意 根據一些民調 說到 烏克蘭你贊不贊成 戰爭也好 當中某些民調 當然可以不相信的民調 有九成人 都仍然繼續打下去 應該 當然 在贏的時候 就打下去 玩東西 無謂繼續被人欺負 再加上 歐洲那邊 不定運武器過去 究竟會不會歐洲 因為他打到差不多 會山水喉 這是其中一個 的 concern 而俄羅斯那邊 似乎只剩下三成人 支持 繼續戰爭 究竟這些準不準 不重要 但是現在 俄羅斯已經敗局已定 看看他不可不可以利用冬天 來將戰爭交注 於是就能夠成功擺上 譚判桌 而在譚判桌裏面 沒有那麼蝕措 在歷史上曾經 譬如俄羅斯 侵略芬蘭 他也是蝕措的 最後來 因為這個帳是蝕措的時候 芬蘭爭取得多些 bargaining power 雖然最後來 仍然有一定程度的 各地賠款 但是 就不用整個芬蘭 或者更多的土地 讓俄羅斯去如取如攜 達到一個 不可以說雙贏 大家都是小輸的情況之下 今次的烏克蘭又會不會是一個例子 還是大家 一天死都不肯下台 最後就沒了沒完 但怎樣算也好 即使有談判 都是一著打一著談 所以 再加上 談完之後 制裁也不會一瞬間 去relief 所以油價 天然氣價格 都應該會持續高企 不過 雖然是這樣說 今個星期 天然氣價格升了7.8% 但由高位 也回落了非常之多 其中 Wall Street Journal 如果你看YouTube 他的頻道 有一個影片 講到天然氣價格的問題 現在很多負責裝 液化天然氣的輪船 平拍在歐洲的地方 在西班牙、英國 德國有碼頭 來接收液化天然氣 德國暫時一個都沒有 因為過去 他一直靠俄羅斯 由北溪1號、2號 運天然氣過去 佔了八成這麼厲害 整個歐洲大約是四成 需求都是由俄羅斯來 要完全去更換 至少要幾年的時間 但是現在的草油程度 草天然氣的程度 已經據聞達到九成半 再加上現在有這麼多輪船 停泊在那裏的時候 等待釋放天然氣 所以這個冬天 應該實積武車 就能夠過渡到 所以有兩極的說法 有支專家說過渡到這個冬天 更PK 因為他已經消耗了所有需要的能源 之後就會短缺了 我就不太相信這個理論 反而我會覺得 這樣的Crisis 過完冬天 如果真的過渡到的時候 應該會慢慢地去減退 尤其是當一些設施慢慢來 build up的時候 跟著 金價輕微下跌1.2% 去到1,749元一盎司 至於糧食價格 同樣已經維持了三個星期 沒有太大轉變的情況 粟米輕微上升1.4% 小麥輕微下跌1.4% 而大豆輕微下跌2.2% 你可以看到 這個轉變相對於油、金、氣 是非常柔軟的 至於匯率方面 因為上個星期 美金疲弱 爆跌不少 今個星期 有一點轉勢 強了一些 對加指 強了1% 對歐元 輕微0.3% 但英鎊 反而輕微下跌0.4% 而日幣、日幣、日幣 那些市場都是和加息息息相關 國與國之間 當美國仍然持續來加息 而某程度上 歐洲也好 英國也好 都是追落後 而加拿大相對持平 我就會覺得這個匯率 在中短期來說 美國的美金仍然持續強勁 如果加幣太過疲弱 應該都會輾轉地穩守 其餘的貨幣 尤其是日幣 都應該會疲弱 尤其是日幣 因為政府為了通脹 能夠有少少升溫的緣故 而是改變了經濟 長期疲弱 迷失的30年的態勢 他想有些通脹 亦都不會加息的情況 應該就是 這麼多貨幣當中 是比較弱 當然 我們偉大的祖國人民幣 有類似的情況 他不想踏入日本迷失的30年 輕微地減息在國內 這個情況 雖然人民幣有一定程度的管制 以至於他的跌幅 應該沒有日幣這麼厲害 但應該都會持續疲弱 相對於美元 今個星期 就有其他 比如Enoch Mars的Twitter 他就像Ferron Barr 手指一樣 沒有一半員工 之後又說有部分員工 請回 而留下的員工 就要決定 他們是否 爆家事地工作 如果不肯的話 麻煩你死走 在這種情況之下 引來不少不滿 究竟Cheater的改革 Elon Musk 能否成功呢 但他引入不少Tesla 那些員工去幫拖江湖 救急的時候 這個也會影響Tesla的Quality 再加上Tesla在中國那邊 不單止有競爭 電價又貴了 再加上銷情 也似乎沒有那麼強勁 如果他不來到相應地降價的話 令到很多的股票 尤其是科技股 之前都是持續低迷 都有一定程度反彈 但是唯獨Tesla繼續來插水 當蕭先生加持 通常沒有好事發生 燈神的燈力是非常強勁的 但是除了Tesla layoff之外 據聞Facebook也提出了 可能會在未來幾個月 躲一萬個人 而Amazon也不例外 躲一萬個人 甚至乎 Apple和Google都宣布暫緩請人 又沒有potential layoff 暫時仍然不確定 這些情況 是否代表經濟很差 看數據的話 雖然這些是滯後 未見到 仍然是正確的GDP增長 但是未來一定會放緩 但是同樣的 我已經忘記了是Wall Street Journal 還是Economist 應該是Wall Street Journal 應該是Wall Street Journal 對比這些科技大頭的公司 他那個請人狀態 員工每一季的數字 即使這樣來刺別人也好 只不過是因為在Pandemic的情況 有一個爆高的人 每個人是GoOnline 以至於他請多很多人 而這些公司的 利益也增長加速了 現在請突出人的時候 就炒出來 尤其是那些人很多 都是在Pandemic裡面 賺到肥仔稅 人工叫價挑吵 高了很多 他開始覺得這個升溫不夠多 但是這個成本又這麼高 於是就炒出來 純粹回復到2022年的年頭水位 所以他們估計這些公司 繼續會增長 哪怕這個增長會放緩的時候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現在因為這個情況 就令到科技股大爆跌的情況 當然是超高位的回落 就不像有些完全沒有盈利的 一些公司爆跌八成那種 不可同日如意 哪怕Meta 我一向都不撐他 Succuba 這樣就比較起這麼多間 朋友的公司來計 他跌得最多 我仍然都會覺得 是沒有盈利的 有見及此 尤其是我本身 拿了不少的Google 和Microsoft 至於Apple 我自己沒有拿 因為他沒有什麼跌 而我又Flu Bashir Harvey 股神巴菲特 那間公司 已經簡潔地持有Apple 所以 所以剩下 我最近 又吸納多了少少 Amazon 剛剛 今個星期新鮮熱 在大約 Below 93 三元美金一股 情況下 進入多少少 今個星期 有時間 我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Amazon的看法 目標價 各方面 希望會給大家一個參考 價值 我最近 都賣光 所有新鮮 雖然 我就是 變相增持 多少少少 Share 之前即使賣了 現在又進入多少少 這就是我自己的操作 希望會給到一個參考 好 股票自己投資 自己研究 自己負責任 自己買 非常之重要 所以 講這麼多 和近公參考 不要完全聽完 今天講到這裡 歡迎大家Like Subscribe Share Belie巴拉托